第四招 第四招 第四个 在使用WORD的时候 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小技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像我现在准备的这一份文件 这边第一页的下面有一份表格 那通常呢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我们可能会有 跨页的情形 跨页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想说 我就用滑鼠右键再插入 插入什么 上方列 插入之后再把这个标题怎么样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然后呢 我就直接做一下 复制 复制以后 然后再接下来到这边 我就直接做贴上咯 贴上 然后 对不起 直接做贴上就好了 贴上完毕之后呢 这是一个标题嘛 可是万一 万一我把这一列删掉 好 例如说删除列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标题列又跑到上面去了 那根本有时候我们经常在做这种白弓 万一表格跨页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就只要设好这个标题 然后让它重复出现就好了 好 我先把这整个表格还原 千万别在跨页的表格 在那边想办法打字 我知道你打字很快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会拿这样子一份文件 放到什么地方去 放到别个软体 例如说别人的电脑 到时候格式都跑掉了 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标题啊 不是会落在你所想的一个表格 一个页一刚开始最上面的地方 好我先还原咯 怎么样去设定这个跨页标题重复出现 例如说这个是标题吗 这个是标题 然后接下来我希望在这一个跨页的时候 这个表格最上面还要出现 好 当然游标要在什么地方 表格里面 然后接下来要先选 选好什么 选好哪些地方是我们要设定 哪些地方是我要把它定义起来叫标题 因为有时候我们画的表格 可不可以有两列当作是标题 可以啊 三列呢 可以啊 建议最好不要哦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选好这个标题 选好这个标题之后 第二件事情 我们是要去把它编辑的更美一点 还是去版面配置 对我们应该不是为了要美 而是要去做一个设定 设定他的一个跨页标题 重复 这是关于配置哦 好 所以点选 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这边有一个叫做 重复标题列 重复标题列 点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您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很漂亮的标题 第一列标题是什么 第二列标题就是设定成什么 甚至假设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表单这一列删除 您看这个标题 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地方 不会跑来这边哦 我刚刚是不是删除一列 理论上标题 是不是应该跑来这个地方 没有 没有 他这个标题理论上 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表的尾巴 这个地方 好 应该是要出现在什么 跨页标题 的一刚开始的位置 跨页标格一刚开始的这个位置 甚至我们插入两栏呢 对不起插入两列 那我说插入上方列好了 这样我是不是插入了两列 您看一下这边 标题列是不是还维持在 跨页标格的最上面 可是我觉得我通常哦 让同学了解跨页标题重复了 他通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如果 如果哦 这真的是很为乎其为 好像他在挑战 挑战老师说 老师如果我不要 那我现在不要跨页标题重复了 他说我现在不要跨页标题重复了 那这个时候您觉得要怎么样去设定 虽然我还是要强调哦 通常我们都是会设跨页标题重复嘛 好 那可是万一我真的 不要这个跨页标题重复的时候 该怎么办 选他 选不到耶 你有没有发现 你可以到时候自己去玩一下 这一列你选不到 例如说我现在是不是选到这一个地方 我这边点一下 我选不到这个地方哦 好 其实选法 如果说我们要取消跨页标题重复 我们当然要选这个表格的最上面 例如说选到这个地方 选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再点选重复标题列 您看一下 我现在等于说关掉重复标题列嘛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 没有标题列啦 Bingo 就是这样做 好 当然啦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通常我们去做 跨页标题重复的设定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提升我们一些工作效率呢 这是我们分享给您的 第四个 获得使用的小技巧哦 您是这样使用吗 大家在这边 我们的小技巧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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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